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朋友特意在未有疫情最爆前做一串潮州菜请大家去嘴嘴 当晚吃了很多好东西 领鸭汤 潮州冻蟹 紫苏骨 鸣鲁鱼 两面黄 这些精彩 来个甜品还要是护例 还要听闻是炒护例 令到我们的朋友吃完之后很开心 不过同一时间多人多哪里找到 好在有Kent附远酒家 也想起来带给我几年前和潮州商会做一座开年潮州夜饭 我特意请了香港米芝莲厨师老水之王 香港人叫慕 阿红哥哥 阿红师傅 特征非加拿大 帮他做了开年夜饭的潮州拼盘 做开头做主打 做个opening 令到大家很难得有什么机会吃到香港米芝莲厨师的一手的烹饪高超的技术 那晚很开心 和那晚的菜式和我几晚前的菜式差不多一样 不过没有黑洪哥的老水拼盘的刀章那么精彩 其实我最喜欢吃什么呢 大鱒鱼 炸大肠 蠔煎 这些潮州菜 好想聚食到 好吃的 要好吃 不过我自问在多人多找不到好的潮州菜 因为我认识的朋友都退休了 连儿子都不做了 现在都不知怎样找到 希望如果我的好朋友Kent 旧留在疫情后可以多一些去做潮州菜 带回好的潮州菜和好朋友吃就很开心了 网上朋友 如果你们都吃潮州菜 我可以和你分享 可以尝试给个电话附丸 我留了个联络电话给你们知道 打给他尝试订 不过是要订的 为什么呢 市场上没有人做这些大为一为为的漂亮的潮州菜 因为我记得 我年轻时70年代 香港的嘉宁集团 嘉宁潮州菜 这些是高级的 花蟹呢 现在香港吃了一只漂亮的花蟹潮州菜 在里面 那不知几百元 很贵 都不知为什么这么贵 anyway 分享而已 订阅频道 支持我 多谢欣赏 拜拜